好了,回來了 昨天我們晚間節目也有說到Jackson Hole大會 這個Jackson Hole大會 其實從來都是在Kansas City 就是聯署局的其中一個辦公室 他就在那裡開的 Jackson Hole就在Wyoming 有些人我覺得不清楚 他每年都在這裡開大會 這個大會就會請到 世界上很多央行的人去說話 之前那些人都是有關注這件事 但最主要都是關注在這個會上的人說過什麼 鮑威爾昨天 這個就是昨天晚上搞得好事 就是我都在等他說什麼 他講了一個演講 十分鐘而已 他的題目就是 《貨幣政策與價格穩定》 他繼續說 聯署局現在的首要任務 就是把通脹降到2%的目標 將會強而有力地用所有用到的工具 來令到工需達到更好的平衡 進而降低通脹 這一輪貨幣緊縮政策的周期 美聯儲就會加息對經濟增長 去限制到一個水平 而且在這個意識的高位 還會保持一段時間 這就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的 他再說一句 歷史經驗強烈警告我們 不要過早放鬆政策 之前的經驗是怎樣的呢 先回憶一下 之前其實美國不是沒有試過加息的 但是他一加息 經濟是不行的 接著就要縮回港 這次的情況 很奇怪 因為太多因素跌加了下去 還有就是 你看到世界現在不太妥 地球先生病了之餘 還有一些因素 就是中國和美國差不多扭回 當然還沒有完全罵 有很多事情都會繼續有得商量 但是這個鮑威爾 其實沒有說明 九月加多少息的 他沒有說明 他再重新一次 他就說 大幅度的上調 是有可能會做的 是有可能的 他說 有可能是恰當的 他的意思就是 9月的時候 第三次加0.75厘 變成一個 差不多是確認的 差不多 但是還沒有完全確認 但是股市的反應就是 覺得是確認了 息是會加這麼多的 那麼 鮑威爾 他就說 9月的加息幅度 就會看一看 當時的整體經濟數據 和現在不斷變化的 前面的狀況 7月CPI和PCE 這些消費者通脹指標 是較6月的時候 是回落了 但是 都是40年新高 還有 高過他們的2%的目標很多 那麼 他也說到 就是說 7月雖然 那個通脹數據是帥氣了 但是 就不足以改變聯儲局 堅持加息的策略 因為 都還沒有看到 一件事就是 通脹正在下降 現在要看到通脹 真的要跌下來才會停 那麼 那些分析人士當然出來說 就是說 聯儲不相信 美國通脹已經見頂了 那麼 鮑威爾也有說到 聯儲局 不會讓一兩個月的 數據左右的 通脹形勢 仍然嚴峻 他的說法就是 美國經濟只是 從2021年歷史高增長率 放緩 那麼 上年就受益於 疫情誘發衰退後 經濟重新開放 那麼 鮑威爾就認為 美國經濟 繼續顯示出 強勁的潛在動力 勞動力市場 是特別強勁 但是顯然 都是失衡的 工人的需求 遠超於供應 那麼 通脹也遠高於2% 高通脹 就會繼續在 經濟裡面蔓延的 那麼 他還預警了 他說 美國經濟衰退 雖然不是 不可避免的 結果 美國聯儲局加息 當然會繼續 對經濟造成一些痛苦 那麼 之前當然 加息加到現在 其實已經加了2.25厘的 那麼 已經去到了 他們的FOMC委員會 在六月經濟展望裡面 說的那個 利率水平 就是 中性利率水平 就是 2.25厘至2.5厘 那麼 FOMC當然就是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先說一下 這個情況 那麼 他們也說到 就是 現在通脹和勞動力市場 其實 勞動力市場的情況 拜登經常說是好消息 那麼 現在究竟 這個聯儲局要什麼呢 其實 看上來 他就要打殘兩樣東西 有可能 就是要打殘 那個 勞動力市場 那 但是如果 打殘勞動力市場 那拜登就不用做了 其實 因為 拜登 他現在說出一些 壞消息 都說 其實我不是壞消息 我的勞動力市場 還很強勁 那麼 如果 勞動力市場 都打殘了的時候 那麼 拜登就差不多 是瘦皮的 其實就 那麼 那麼 鮑威爾怎麼說呢 他說恢復價格穩定 就要多一點時間 那麼 要用現在用到的工具 來達到 即是 供需平衡 那麼 問題就是 你只是在 需求面上 有政策工具 其實 嚴格來說 在供應面上是沒有的 就是現在 聯儲局 美國當然有其他部門 可以幫忙 搞一搞 供應面的情況 但是 搞不搞到呢 喂 看來上來不行 啊 那麼 還有就是 現在 聯儲局說 降低通脹 是 要持續一段時間 那麼 還有就是 要令到它低於 這個 經濟增長的數 是有時間搞的 這個勞動力市場 還會有些 疲軟的狀態出現 那麼 這個白威爾 他說 雖然利率高 增長放緩 以及 勞動力疲軟 這些會降低通脹 但是 都會為家庭和企業 帶來一些痛苦 這些都是降低通脹的 不幸代價 來的 如果恢復不到 這個價格穩定 就會有更大的痛苦 這個就是他們的說法 但是 那個事實就是 如果你的勞動力市場 一旦打巢 美國人基本上 會很不行 究竟拜登會不會動手 叫巴威爾不要這麼重手呢 看起來拜登是不會的 為什麼拜登不會這麼做呢 因為 拜登這個人 很尊重 什麼 什麼獨立 那些事情 究竟是他不做事的 還是他真的很尊重 這件事 是不知道 當然有人的分析就是說 其實是不做事的 這個人 所以才說 這個部門是獨立的 不受他影響的 當然 這個聯儲局 其實拜登管不管得到 有些人就說 總統是管不了 有些人說總統是管得到 其實總統 有沒有影響力呢 其實他是有的 我的看法就是他有影響力 但是會不會用那個影響力呢 就不一定 這是那個總統自己決定的 那好了 現在美國的聯儲局就說 有目的地把貨幣政策 調整到足以拉低通脹 去到2%的水平 在現在的情況就是 通脹率遠高於2% 而且勞動力市場是極度緊張 達到長期中性利率水平之後 不應該徹底停止加息 或者暫停加息 或者暫停加息 這是他的原話 還有 FOMC和與會的官員 最早預計 就是到2023年的年底 聯邦基金利率的中值 就會去到4% 略低於4% 就是 略低於4% 就是 9月的會議 發佈的經濟和利率老徑 點陣圖 就會 看到這個預測是怎樣的了 那麼 鮑威爾其實就駁斥了 之前 就是 股市和匯市 估計 就是 明年下半年開始 減息的 定價 那麼 他簡直說明 明年年底的基準利率 就 略低於 4% 那麼你自己想想 即 基準利率是 4% 會怎樣 那麼 另外就是 呃 那麼 這個就是 看得不太多 那麼 那麼 現在搞 這個 Jackson Ho 那位 即是 Kansas City的聯署主席 他也說到 有需要加息 至超過4% 即是4厘 在這個高位 保持一段長的時間 另外 亦都有 聯儲局其他人 都支持這個 基準利率的 區間 也是4厘 的 所以 難搞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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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ie Chan 說 真是世界輪流轉 任何事情 都會發生 受害 都是一般人 也是 是有的 沒辦法 那 那麼 鮑威爾 他就說 要管理市場 預期的通脹 那麼 他也說到 某些時候 可以減慢 那個加息的部分 但是 其實 股市就嚇死了 所以 才跌了一千點 其實就 那麼 那麼究竟這樣 能否成功呢 呃 其實就 不太行 其實現在這樣的情況 還有 比原指數又 又升過 那麼 其實 這個影響得最多的 就是那些 新興市場 現在新興市場 很多地方 他們的貨幣 呢 就 不行的 其實就是 真是PK 嚴格來說 那 還有就是 嗯 明塞 他說管不了 其實呢 影響力就有的 你能不能夠去 就是 用影響力去 就是 叫他動一下 幫一下 其實 不是沒有先例的 其實是有先例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 究竟 拜登他願不願意做呢 其實拜登他一定不會做的 我猜就是 拜登他那個情況 就一定是說 我們現在照搞就是了 那麼 就是 老美加多少息 香港可以不跟 是 香港可以不跟 但是香港不跟 就會有一個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 當港元去到 這個藥方兌換保證的時候 那麼 這個外匯基金 其實就是不斷要接貨的 其實就是 現實就是這樣 那 那 當然現在看到的情況不太妥了 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但是 深水寶刀滾他就流了眼 他說不同黨派 都不一定在路燈的 其實 拜登他那個問題 就是 現在 他拿出來說自己做得好的事情 其實是聯儲局要打殘的事情 就是那個就業市場 那麼 如果聯儲局他打殘那個就業市場的話 其實 拜登什麼政績都沒有 拜登什麼政績都沒有的時候 究竟 他 會不會有機會連任呢 其實看起來都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 當然 這個 鮑威爾 其實他現在說的事情 有些事情是無靈兩可的 因為他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去到某個時候 隨著貨幣政策立場 進一步收緊 放慢加息步伐 可能會變成適合的 所以 現在的市場 這句話就沒有過分解讀 因為這句話之前也說過 那麼 但是 其實 鮑威爾他最嚇到人的 就是說 20 年底 准利率都是4厘 這件事已經嚇到很多人了 好了 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那麼 深水埗賭棍就說出口上 強美元玩收割 應該也是 剛剛我剛才有些事情說錯了 就是 講了聯邦基金利率 其實那個不是聯邦基金利率 是那個基準利率 是低於4厘 好了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就算了 就算了 一會兒 就算了 一會兒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